马上就要过年了 也是有很多消费者想要入手一款合资B级车 那么今天我就给你们推荐一下这四款合资B级车 它们不仅品牌大 销量好 质量也是堪称一流 关键是现在价位特别的亲民 家用来说非常的合适 第一款福特蒙迪欧 指导价15万9800到21万6800 相比上一代车型 这一代的蒙迪欧更宽更长 看起来也更加的豪华 整体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取消了之前的马丁脸 采用了呼吸式的中网和分体式的LED大灯 大家贯穿式的日行灯带 完全符合当下的审美 车身侧面也是采用了双拼色的设计 银把手也是隐藏的 不仅增加了运动气息 同时还可以降低风阻系数 并且尾部也是充满了年轻运动化 这款车长度达到了4米935 轴距2米945 尺寸方面也是完胜雅阁卡梅瑞等车型 并且它的尾部采用了热度最高的野马车灯 辨识度可谓是独一无二 而车内的科技感也是让人直呼过瘾 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再搭配着27英寸的中控大屏 一直从中控台左侧延伸到右侧 科技感这一方面无车能够与之匹敌 并且屏幕清晰度和功能丰富程度 在B级车中也是属于领先的水准 动力方面搭带了2.0T加8IT的动力组合 马力238扭矩376 0.8加速6.5秒 动力方面完胜通级别车型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别克军越 制造价R19800到R89800 也会能够达到4万左右 作为美系老牌合资车型 车管车在产品力方面也是有着不俗的实力 外观方面依然沿用着老款的车型设计 前脸采用的是飞翼式的进气格栅 辨识度依旧很高 侧面溜背式的造型也让军越不适运动感 上场也是达到了5米026 折距2米905 这个尺寸在B车中也是有着较大的优势 而且在气势方面也是丝毫不熟宝马和奔驰 内饰方面的设计也是非常大气 细节方面出力是比较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入门级车型就标配了主附加电动调节和加热功能 并且还有双层隔音玻璃及主动降噪技术 在行驶过程中能够充分保证车内的静密性和舒适性 像定速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 这都是全系标配 并且在动力方面搭载了1.5T和2.0T两款方向机 马力196和237 扭矩250和350 匹配9AT变速箱 油耗低至6.5升 不仅动力强 燃油经济性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三款大众CC 指导价R49,900到R99,900 优惠能够达到24,000左右 作为国内老牌车企 无论是在销量 口碑 价位等方面是深受消费者的认可 而这款大众CC也是被誉为最美的大众 并且新款的CC 搭配着大众常规的套娃设计 有着非常浓的德系味道 外观方面和进口的大众主体造型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采用的依然是无缝衔接的大尺寸进气格栅造型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运动一些 车身侧面简约平直的贯穿式腰线 也是营造的优雅流畅 整体看起来运动感十足 内饰方面依然采用的是环抱式的驾驶座舱 层次感分明 并且还有全一件仪表 非常的好用 动力方面搭载了2.0T高低功率方向机 马力186和220 扭矩320和350 匹配7档4双链盒 油耗不超过7成 对于这样一款全新的大众 你会入手吗 第四款日产天籁 对于这款车在动力方面 是有着2.0和2.0T两个版本 2.0T的版本动力十分的强劲 并且马力能够爆发出243 只不过搭配的是CVT变子箱 动力稍微有一点弱 但是百公里加速 依然能够达到7秒左右 不过在某次实测当中 这款车居然跑出6秒的成绩 还是很让人欣慰的 真不敢想象CVT的变子箱 能有这么高的表现 并且这么强大的动力 让这款车在通级别程度中 也是属于天花板的存在了 而且油耗低至8个 技术方面还得是日系车呀 强劲的动力 再加上这样超低的油耗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并且价格方面是比较亲民 起售价是79,800到69,800 普遍优惠能够达到3万左右 2.0T的优惠能够达到3万5 按照这个价位 最低只需要14万多就能够入手 而它的2.0T版本只需要18万多 这样的优惠力都怪不得 天籁能够保持在15,000台左右啊 总的来说 这款车的优点就是 动位强油耗低 并且舒适度较高 缺点就是内饰方面比较简约 简震较硬 隔音不好容易产生低频共振 但是它性价比还算可以 对此你会入手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超卷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